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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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快過年其實都是準備一下 怎樣跟家人去拜年 因為每一年我都是說同一番的話 我媽都開始覺得我沒什麼生意 所以要想定一些有創意一點的破年 我家其實沒什麼過年的傳統 但是我想今年會真的 人生第一次會翻封利是給爸爸媽媽 準備翻封利是 都可以這樣說嗎 是啊 其實我每一年我爸媽都要求我和我姐姐 年初一一起來的時候 就要跪在這個廳 他們會坐在沙發 我們就跪在地上跟他們拜年 而且我媽媽要求高一點 就要我說中她心目中想聽的 我才可以停止的 才會封一封禮事給我 我媽媽喜歡聽都是青春常住的 但我不知道她今年會不會要求高了 想聽別的東西 你怎麼聽到這個傳統 你覺得驚訝還是覺得 都有點羨慕 羨慕 不知道 很驚訝 因為我家其實 如果這樣比是很極端 我家完全沒有這些傳統 可能最多都是吃飯 就當過了一年 沒有什麼這些方面的要求 就是這樣 是不是都 現在可能入行 多了很多親戚 沒錯 這個是最大的 這個 改變 會多了親戚嗎 我的生活圈子 以為入行會大了 但其實 大了的是我媽媽 不知道為什麼 多了很多不認識 反而我是多了親戚 去問我工作上的事情 就是入了這一行之前 其實沒有那麼想了解 現在通常都會在 WhatsApp 群網上問 你剛才拍那套期 現在拍得怎麼樣 或者你究竟出歌沒有 那些 那會不會困擾了 過年以前 可能很輕鬆地去跟朋友玩 或者跟親戚聚聚一下 現在可能出了沒有 會不會有難嗎 反而又不會 其實現在見親戚的時間 我是少了很多 因為很少留在家 或者很少出席一些 一些家庭聚會 或者跟其他親戚一起吃飯 其實很多時候我都miss了 因為工作 所以 反而少見了